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紅色印刷是從83年至14日成立的 父母金的集資兩百萬 讓我們兄弟跟我大哥 我大哥當總事長 我當總經理 我們兄弟倆一起合作 打拼 以前就是手工製版 之前的印刷分的蠻 還沒有電腦畫的時候 分的蠻細的 有牽板 有電腦打字 有電腦分色 還有手工製版 還有就是印刷 印刷也就是運作加工 我們就是 第三個就是我們是手工製版 我們是手工製版的 至於我們會成立是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 已經從高中就開始學了 所以等我退伍跟我大哥 我是兄弟倆一直打拼 從手工製版開始做起 慢慢到第四年之後 就遇到這種你說電腦轉換型 就是慢慢電腦化的來影 而且以前電腦化都是英文 沒有中文化 賣金塔都是英文化 所以我們經過電腦 然後再經過 轉變之後 慢慢投資 而且是因為我們 從開始我們就是 自己 以前我們的員工好像是十幾個 慢慢增到現在好像 連從台北八十幾位 大概十年前 轉電腦電平貨 那時候其實 比我們當植物 投資的資本 在印刷去 是屬於最少的資本 所以我們投入電腦化 也是比人家緩了一點 可是經過我們 因為電腦鋪是由我老婆 怎麼你了解它主導的 可是面臨到說 我們覺得說 在做後加工 代替別人代工市場 這塊 永遠是 取決於客戶那邊 他想要讓你做就讓你做 不讓你做就不讓你扣 因為你根本 你沒有辦法去決定一些 所以慢慢從 我們從六年前 我們就思考之後 我們就決定投入 投入印刷機的生產 所以我們在轉型之中 其實也是蠻私密的 日本那麼少 到兩百萬起 加到現在幾億的日本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堅持 我們一直堅持 當我們做百貨業 跟做領先做貨業 有問題我們就去檢討 我們會去一次要做 所以有些客戶 他比較要求給我們 他就是要到我們工作